不久前介绍了很多有关脑中风脑出血的资料 当然要预防 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如何用运动去预防 因为运动是可以锻炼我们的血管 提高血管运输血液的能力 可以延缓血管的病变 令到血管更加年轻 四个简单的方法 或者你每天坚持8分钟就可以预防脑出血 首先第一个就是 移动我们的双肩 每个早上和晚上都移动你的肩膀 不是叫你側側不多角往我们续续画 而是将你的肩向上提 縮到你的耳朵 去到最高 然后放下 这样早晚都做这个动作 每次做两分钟 你这样缩高放下 不要快慢慢 是这样的功效 是可以放松你的肩部的神经 那些血管和肌肉 放松了就令到你的颈动脈血流 就容易流入大脑了 保证你的大脑血液 和氧气都充足的供应了 第二个就是转动你的头部 这个动作就是 把你的头前后左隐旋转转圈 这个动作是可以放松你的颈部肌肉 每次就是做十个圈左右 但是有些朋友 比较难度高 你要它转转圈转 就是难做 那你可以如何改善 一个简单方法就是 把你的头放松 望向左 盡量望到最左 然后回复正中 然后向右望望到去右 又回复正中 这个就是左右望 然后一个就向上去到最后 然后向下去到最低 这个就是上下 第三个就是 把你的头 側向左边的肩头去到尽 然后去到中间 又去到右边肩头 去到中间 这个也是对于你的头部的颈部 是有一个帮助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到一个 规律的旋转头部 是能够有个增加血管的抗压力 有利于预防脑出血的 不过你这样转的时候 就不可以太快 否则你会头昏 如果你觉得这个做不到 就用我刚才说的三个 向左向右看 然后向下向上看 然后把头贴向左耳 然后去到中间 去到右耳 这个也是一个同样有效的方法 第三个就是 用你的双手去按你的颈部 这个首先 把双手搓到发热 然后把发热的双手 是按住你的颈部的左右两侧 然后向前向后摄它 这个速度可以快一点 每次大约按摩它十多下 这个动作可以令到 硬化了颈部的血管 可以恢复弹性 这样就可以改善脑的弓血了 最后那个 是用手掌去做的 动作就是 你双手活动 就可以锻炼大脑 每天早中午晚 各做一次 一天做三次 每次做五十下 动作很简单 就是你把手平放向前 你手掌向上 握拳头 不需要大力 握拳头之后 然后弹弹开它 尽量弹到最大力的弹开 然后又收拳头 又再用力弹开 这些一开一盒 我们就叫它 爪胸 双手爪胸 因为你好像捉东西 但是捉不到东西 是爪胸器 这个弹动你的手 是可以锻炼大脑的血管壁 避免血管壁 因为过于脆弱 发生破裂的 其实这几个是很简单的方法 每天十分钟以内就做到 但是有这么好的效果 值得大家去做 因为在中国脑出血至残率 至死率 都是明列前谋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人 身体本身就有高血压 高血脂问题 是更容易有脑出血的 所以我们预防脑出血 一定不能疏忽 这几个动作都很容易做到 不需要花你的金钱 去某个地方去锻炼 在家随时做到 所以千万别懒了